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多次奥运失利的王浩 刘国梁如何鼓励 这次来换一种玩具 无趣正观 体育在线即将播出 刘国梁心战 解读精彩赛事 品味运动人生 欢迎收看体育在线 我是冰贤 2013年乒乓球世界杯团体赛在广州落幕 中国男女队都顺利夺冠 第一次以总教练身份带队出征的刘国梁 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37岁的刘国梁已经担任南平主教练有10年时间 升任总教练是对他带队成绩的认可 我觉得这是一种肯定是一种认可 是自己在做南队主教练这么多年的一种激励 作为总教练 刘国梁开局顺利 但作为主教练 10年前只有27岁的刘国梁却出师不力 大家对我的这种期望值非常高 但同时大家也觉得你这么年轻 从教练运动员直接转成教练员行还是不行 2003年上任之后 刘国梁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雅典奥运会 之前的两届奥运会 中国男兵在蔡振华的带领下都包揽了金牌 雅典奥运会成了检验年轻主帅刘国梁的试金石 但刘国梁却在雅典把最重要的南丹金牌丢了 04年的南丹失利 对我和球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失败是残酷的 对于竞技体的残酷性 刘国梁早就有深刻的体会 从做运动员开始 刘国梁就一直在困境中寻找出路 1976年出生的刘国梁 从六岁开始就跟随父亲和哥哥练习乒乓球 而且很快表现出了运动天赋 为了让刘国梁有更好的发展 他的父亲还曾经亲手策划了一场假球 1986年河南省运动会上 刘国梁和哥哥刘国栋在决赛相遇了 父亲刘战胜在赛前就对比赛结果做出了安排 我说你们俩前两局就拼 看谁的本事大 前两局打成一比一 后边我就是国梁就 我就让他放给那个谁 刘国董 当时刘国梁也不是特别同意 在让的时候也出现一点那个 后来我就是在徐末这个点评的时候 指导的时候我都给他们 我都给刘国梁提出严肃的批评 我说这个你要补充组织安排 结果后边他还算比较乱领导的意识 乱执行了 但当时我已经要进八一队了 八一队入伍通知书已经进来了 如果我要打到冠军呢 可能就不一定进得了八一队了 但是我这河南应该是最好的 从年龄各方面到球是最好的 他如果要赢我的话呢 人家还可能让他抖我 又比我小 打法又好当时 如愿进入八一队 刘国梁的竞技水平开始快速提升 但在当时刘国梁进台纸板快攻打法 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所谓的我们纸板快攻 传统的快攻打法 这个当时的快判死刑了 就是这种打法已经不行了 这时教练组提出纸板横打的改进办法 而刘国梁成为第一个实践者 他不接受 他当时当时开始是好奇 开始教练要我改 因为他才13岁14岁 那他也能改 他只能改 但是问题出来了 一比赛输球 他原来不可能输的队员 他都输了 虽然有巨大的困难 但是不服输的个性 加上喜欢琢磨的性格 让他在纸板横打的技术上 冻起了脑筋 他在这个纸板横打这项技术里面 就是他的发明创造就不少 比如说他的背面的发球 因为纸板他贴了这个反胶之后 他不单可以正面这样发 他背面还可以发 而且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发上力的 这个码球 正是有了这些积极的创新 刘国梁不但掌握了纸板横打 而且挽救了乒乓球的纸板技术 这样没有创新 可能我都不会打出来 我打不出这样的成绩 也不会坐到现在的位置 所以正是因为大胆的创新 才成就了我 当运动员只需要改变自己就可以了 当教练员 你却要通过自己的行动 来改变别人 作为世界头号强队 中国南平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当时比队员大不了几岁的刘国梁 该如何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呢 雅典奥运会之后 刘国梁把马林和王立琴 确定为队里的核心 开启了中国南平的王马时代 马林 1980年出生 纸板快攻打法 2000年 2003年 2004年世界杯南单冠军 2008年奥运会南单冠军 马林与刘国梁的经历非常相似 他们都曾经是中国最好的纸板运动员 而且他们的职业生涯 都曾经经历巨大的波折 1999年 刚刚展露头角的马林 就闯进了世平赛南单决赛 当时他碰到的正是处在职业巅峰的刘国梁 那一次他成就了刘国梁的大满贯 但19岁的马林没有遗憾 因为他认为还有奥运会在等待着他 然而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参赛名额的竞争中 马林却意外落选 马林知道当时就一直就特别痛苦 当时就一直在哭 在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落选 马林无法面对 为了奥运会的梦想 马林又投入了新的备战 2004年 马林如愿站在了雅典奥运会的赛场上 这一次 马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因为他独守下半区 迎接中国对最大对手瓦尔德内尔的挑战 我不知道你是没试过这种最紧张的时候 你肯定是整个人都在抖着 或者说特别紧张的时候 整个人脑袋里六成五组的一种感觉 中国选手马林的这样的话是被淘汰 最终马林还是败在了经验丰富的瓦尔德内尔拍下 他的奥运旅程又一次无奈结束了 回到房间以后 我觉得整个奥运村 给我的感觉就压力太大 奥运村里了 因为自己可能太想拿冠军了 可能自己给自己的包裹太重 雅典奥运会 蓝丹金牌旁落 刘国梁 马林都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北京奥运会 他们谁都输不起了 刘国梁对训练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甚至超出很多队员的想象 跑步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在跑步机跑步 然后当时刘老问 你跑多二十点 我说跑十五分钟 他说你跑二十分钟 我当时以为开玩笑 我说十五分钟行了吗 他说跑二十五分钟 然后跑到二十分钟下来 他说你跑多二十点 我说跑了二十分钟 他说不告诉你跑二十五分钟 跑三十分钟 包括惩罚 也是会选择 你不喜欢做的 你越不喜欢做什么 就越发你什么 为了激发马林最大的前置 刘国梁甚至用出了极端的办法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他碰见这种难打的对手的时候 这种心理这种为难的这种情绪 这样会让他心理这种不平衡 会波动 越怕碰到难打的对手就越要碰 刘国梁专门找来了他在队中最难缠的对手张健 与马林进行比赛 而且要求马林先让两分 本来平打他都难打 他感觉在有这样的这种 不合理不平等的这种规则 对他来说可能把他的心态和情绪给打乱了 漂亮 十一分的比赛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让两分的话 对这些世界一流的这种运动员来说 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多重压力之下马林输了 而刘国梁对他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他肯定觉得这不公平 而且这样不实战 他真正的比赛不会有这样不公平的这种规则 正是因为他心理波动 他心理不平衡 觉得不规则 所以我才会突然间再去罚他 跑一万米 然后下午接着打 马林就在那把跑 他心里面其实挺不服的 他在跑他也在跑 他跑万一米他不下来 他说你不让我跑吗 我多跑一点 这个多跑了四圈 而且中午回去也没吃饭 反正你下午打 我就使劲跑我也不吃饭 你不让我赢 反正我自己也折腾自己 是不是我也不赢 他这也是一种对抗的力量 所以他下午输了 输完之后 他肯定想我已经成这样了 输完了肯定就完了 对吧 恰恰在这会儿的时候 我又提出晚上继续再打 刘国梁已经把马林逼到了绝境 在体力充沛的情况下 马林都没有赢下比赛 晚上继续打 马林更是没有胜算 比赛还有意义吗 而对于刘国梁来说 晚上的比赛 才能真正达到他这种魔鬼训练的效果 到晚上的时候 我说再打 我说再打呢 我说作为这个陪练 当时这个三健 作为他绝对不能去让马林 如果让我看出让马林 立马就开出国家队 就达不到我们训练的效果 和这个要求了 反过来 如果他赢了 我们还要给他一万块钱的奖金 这一万块钱呢 是我和马林共同出五千块钱 我觉得这样 这一招把马林又给调动起来了 刘国梁的这一举动 让马林的心态 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在心态上 原本已经完全对立的师徒两人 重新站在了一起 打在极限的时候 我觉得这会儿的时候 我要给他鼓励 要告诉他我给他做场外 跟他共同模仿 奥运会这样的比赛 我们怎么来打 看看你到底还有多少潜力 其实就是晚上这么打完之后 他的心理就平衡 他知道了我真正的用意 发挥都是非常出色 但是今天马林在一开局的时候 把握得比较好 中压之下 28岁的马林 把能量全部释放了出来 北京奥运会 他一路过关斩将 实现奥运冠军的梦想 北京奥运会难单决赛 马林和王浩在这里会师 这是刘国梁最希望看到的场景 压抑了四年的情绪 终于可以释放了 但在观众戏里看决赛的刘国梁 心情却并不轻松 其实当时对我来说 内心也很纠结 这个都不容易 因为王浩已经拿了一次第二了 又一次进决赛 作为马林来说 可能是最后一季奥运会 他也经历了 也可能是最后一季奥运会 所以就是到底谁拿呢 我觉得确实是根据比赛的进程 在你的心理纠结 所以打到这个三比一的时候 那局的时候马林已经领先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走下了看台 五位里边世界排名有四位是中国人 这个王浩拉出失误了 进求两个失误的非常 那会地下室去那场馆没人 这会的时候我去 这个去观看的比赛 最后的这种进程 因为当时我已经想好了 不管他俩 谁赢 快到最后时刻的时候 我都会走下去 因为不忍 看到最后的结果 大家看马林现在的状态 非常兴奋 对 非常的兴奋 状态 一直就拼命三郎支撑 现在场上比分是十比七 局数是三比一马林领先 现在到了比赛的赛点 现在是王浩发球 挑起来 机会 高抛球 王浩把球拉起来 直线 又是到正手 侧身抢拉直线 打反手 马林在反手拉 结果这个球 这个球王浩没有打到 这个球马林真是很完成 马林取得了 那会儿之后我也知道 肯定会所有的摄像机 大家也会捕捉 有关的这些人 你像比赛结束的时候 马林铺上看台 去拥抱了 他的主管教练吴敬平 其实当时他一想 他是想找我拥抱 但这会儿之后 得亏 我躲开了 如果他来拥抱 你拥抱吗 你肯定要拥抱 祝贺他 但反过来 你要想到王浩的感受呢 这时候 刘国梁想到更多的是 王浩的感受 王浩是刘国梁 亲手培养起来的运动员 他原本有机会 创造自己的时代 但两次奥运会失利 几乎把他打垮了 王浩 1983年出生 纸板横打打法 2007年 2010年世界杯单打冠军 2009年世界赛单打冠军 2003年 刘国梁担任主教练之后 就开始引入竞争极致 这让当时刚刚进入一队的王浩 看到了希望 像王浩自己说的一样 第一次队内大循环赛 真的给他带来了机会 他一举夺得第四名 成功进入了主教练刘国梁的视野 2003年 王浩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 就获得埃及公开赛冠军 国际拼联的网站上 对王浩的表现进行了高度评价 随后 克罗地亚公开赛冠军 国际拼联联职业巡回赛 总决赛男单冠军 王浩的优异表现 也得到当时总教练 蔡振华的关注 雅典奥运会上 王浩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势不可挡 他在半决赛中 淘汰了队内的绝对核心 王立琴挺进决赛 但到了决赛场上 21岁的王浩跟马林一样 紧张地懵了 当时这种门一开的时候 一进就主场的时候 全场都是观众 再加上他整个这种气氛 灯光全都对着你的手 可能这会儿 一切这种感觉就不一样 然后我和蔡寨 我们的台上都很着急 王浩跳一跳 王浩一直都跳不去了 王浩面对柳成敏 这个曾经战胜过七次的对手 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霸气 在最关键的比赛中败下阵来 刘国梁也只能和王浩一起 承受这个结果 当时他们可能不会想到 从此以后 奥运会南丹决赛 会成为王浩的一个魔咒 王浩是因为一出来的时候 就比较顺利 他是相对比较听话 比较乖 但是也比较娇气一点的 输掉了比赛 也放下了包袱 雅典奥运会之后 刘国梁对王浩 更多了些针对性的训练 因为他心胸比较开阔 他比较大气 所以他有些对这些方面要劲 是吧 一定要赢的这种劲 他反而不如往里起马里 那对他来说 就是一定要鼓励他 所有的比赛 你都要拼 你都要咬 都要赢 而且一定要拿着这种 冠军的标准 是吧 来要求自己日常的训练 备战北京奥运会的过程中 王浩不但没有懈怠 而且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 北京奥运会之前 王浩的状态特别好 好的让他自己都有些担忧 当时王浩就跟我说 还不早 我现在状态那么好的 我自己都发虚 我说你发啥虚 我现在状态 我到奥运会 我能够保持到那么长时间吗 针对这种心态 刘国梁建议王浩 把球拍的海绵减薄 增加机球难度 这样一来 完全解除了王浩的压力 北京奥运会上 中国南平勇夺团体金牌 压抑四年的情绪 终于得到释放 我们全是三比零嘛 万胜 是吧 获得第一届 第一个奥运会的团体冠军 是吧 但是我马上提醒 是吧 我们后边还有更 更产品的冠军 我想 也是他最轻的 04年的奥运冠军 不是我 这会提醒的时候 就等于当头一棒 一下让他们恢复到冷静 因为单打还没打呢 你只允许有一分钟的陶坠 和庆祝 然后马上就要投入到 后边的比赛 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一定要把南单冠军夺回来 这时的刘国梁 比在雅典时还紧张 当时应该最担心的 还是王浩 因为当时王浩 是一个人在一个半区 所以肯定会最担心他 王浩的表现 其实已经接近完美 他顽强守住了自己的半区 与马林会识决赛 只是在决赛中 他遇到了 求胜欲望更强的马林 再次从奥运会 单打比赛煞雨而归 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王浩甚至对乒乓球 都失去了兴趣 当时王浩已经 被08年奥运会输完之后 心里这种憋得受不了了 所以他那会儿人的精神状态 非常差 整个对也比较厌球 也有点崩溃 最可怕的是什么 其实那会儿说 你看王浩的这种眼神 你跟他说的时候 他都是发呆的 当时的王浩只有26岁 正处在运动生涯的黄金期 难道就这样让他消沉下去吗 批评 教育 谈心 刘国梁把能做的工作都做了 可是王浩还是提不起情绪 2009年横冰世平赛之前 王浩甚至向刘国梁提出 要退出比赛 与其这样 你该做的工作都做了 那就干脆 你换一种思维方式呢 后来就说了 换一种思维方式 是不是你平时 给的压力太大了 太紧了 到最后的时候 他受不了了 他就崩溃了 那你反而就 从反方面来说 松一点 宽一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 我就想着跟教练主商量 最终就是 给王浩放假 一星期 让他自我去调整去 大赛之际 给队员放假 这在中国乒乓球队 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说实在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因为人 他毕竟跟一般的事物不一样 他这个人呢 他都是根据自己的特点 心理的这种变化 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 就在别人紧张备战的时候 王浩离队 开始了自己的调整 一周之后 他回到了国家队 那会儿的时候 他还是 甚至连参加都不想参加 后来我就想了另一种办法 来鼓励王浩 我说王浩 以往的比赛 我都是要求你 要想尽办法去拿冠军 去怎么办法 去争得冠军 这次咱换一种玩法 不去争冠军了 他说不去争冠军怎么打 我说你争了一辈子 你很累 老打第二 那你干脆这样 咱不争冠军呢 你只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能去到日本参加 就是一种胜利 如果说你要第一轮能过了对手 我说就是你完成任务 王浩就这样被刘国梁带到了日本 基本上和横板不吃亏 我记得那会儿说 有记者还问他 说王浩这次世锦赛 你什么样的目标啊 说奥运会因为两次第二 有没有遗憾啊什么的 王浩也很实在地告诉他 我这次去就是胜利 能赢一场就是目标 恰恰是这样的心态 王浩在比赛里面打得很轻松 形成对拉 到最后等到进入前四名之后 突然间王浩我觉得 才真正唤醒了 他对比赛的这种取胜的欲望 结果王立芹侧身抢了 球出界了 第二王浩就以4比0 战胜了王立芹 第一次获得了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 刘国梁 中国南平第一个大满贯得主 中国南平最年轻主教练 面对野性叛逆的张继科 刘国梁如何调教 可以关上这个门的时候 其实我这边可以留了一扇窗 面对大气晚成的马林 刘国梁如何激励 他打乱了他心理平衡的时候 才是训练他心理底线的时候 面对多次奥运失利的王浩 刘国梁如何鼓励 这次来换一个玩 不去挣冠军 与在线正在播出 刘国梁心战 两次巨大失败之后 仍然能够夺得士兵赛冠军 这是王浩的胜利 这也是刘国梁的胜利 他又帮助一位运动员 找回了信心 其实在中国乒乓球队 这种势力还有很多 其中最著名的 就要数下面这一位了 张继柯 1988年出生 2011年世平赛冠军 2011年世界杯冠军 2012年奥运会冠军 世界乒乓球历史上 最快得到大满贯的运动员 从六岁开始 张继柯就每天跟随父亲 在这个球馆训练 我只要一下班 主要是带他 全在这个位置上带他 他那是纯业约 纯业约 就是上午上学 下午上学 下午放学以后 杯子包来了 来训练 张传明 曾经是济南军区 体工队的一名 专业乒乓球运动员 张继柯一出生 张传明就想把他 培养成一名运动员 为了让张继柯练好球 张传明想尽了各种办法 甚至把家里一个大房间 摆上球台 变成了一个训练房 里外间两间屋 然后把大的放进去 大的也就十七八个平米吧 所有的家具 全上里边那小屋里边 十三四个平米 那三口人就住在那个小屋里 不 继柯那个外边就是 训练完以后 他那个地方 大的一个地方 给他织一张 那个折叠床 就跟球台睡在一起 1992年 刚刚四岁的张继柯 就开始与乒乓球朝夕相处了 他四岁都有的球台高吗 跟那球台不一样 一样的 我下面给他垫个木板 站在木板上打 在球台边上垫木板 就在这个位置上 你垫个很大的木板 站门定做 站门木头定做 他站在上面打 他不个儿就高了 虽然训练条件很简陋 但张传明并没有降低 对张继柯的要求 并且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 从小小把这种研 必须把训练计划完成了 一般那个时候小的家里边 总的一天才保持三个小时吧 三个小时训练 随着张继柯的成长 父子两人把训练场从家里 搬到了青岛第二体育场 当时的张传明并没有专职从事教练工作 为了让张继柯练球 他们都是下班或放学之后才到这里训练 但就是这样 他们的训练量仍然超过了体效的标准 我看他们用那个装球的那个盆 那一盆有多少个球啊 120左右吧 他们一天要这样打几盆啊对 估计在打个15盆左右 15盆左右 张继柯那时候呢 也这样 也这样 也是这种量 咱就比他量大多了 我单一个人带他一个 我带他一个人 您是包括这种训练 然后后来以后还有加练 加练 都有 都有 加能加多少呢 他主要达不到我要求就加 就也没系统 记一下 什么时候你爸爸达到要求了 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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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张继柯力量大 耐力好 是乒乓球队身体条件最出色的 这与张传明的训练也有关系 每次训练完 张继柯几乎都会跑步回家 在家里边有时候一起满头大汗了 我第一句话我问他 我今天是受罚的还是自愿的 他说 自愿的 哎呀 那行了 这个饭吃的能比较舒服一点 还罚的 你不用说 我既然是自愿的还是受罚的 脸就 小沉下来 不高兴了 球队中上步 中心向前 父亲的训练很快收到了成效 不到10岁 张继柯就开始在业余比赛中频频夺冠 一个个冠军接踵而至 小张继柯的信心也越来越足 他觉得能战胜所有对手 也包括他的父亲张传明 我说和儿子打赌 儿子说他肯定能赢我 我说我肯定能赢你 这边都不服嘛 好 找些朋友当裁判 结果就和正式比赛有裁判报分 结果我输给他了 好像11岁好像是 和他爸打 他太快那个速度 他爸根本跟不上 11岁就战胜了父亲 张继柯变得更自信了 从市冠军 省冠军 到全国少年冠军 12岁入选山东队 15岁就入选了国家队 这使得张继柯觉得 他可以战胜任何人 太飘了 孩子太顺了 到了国家队 从小基础就打得比较好 去了以后国家队教练 都把他当成块宝了 2003年 刘国梁刚刚转背教练时 15岁的张继柯也刚刚入选一队 很快张继柯就被分爆了 刘国梁的阻力 那会儿说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 他的爆发力 他的身体素质 而且他的动作结构和身材 各方面都感觉是非常好 但当时刘国梁很快发现了 张继柯身上的致命弱点 这样的运动员 他有极高的这种天赋 但恰有这种天赋的运动员 有时候反而不扎实 不扎实就容易在这种 关键的这种场合和比赛里边 犯这种致命的错误 所以如果不把他这种 浮灶的水分挤掉的话 将会在这种 今后大赛里边会闯下大火 刘国梁明白 张继柯的天赋再高 如果改不掉浮灶的毛病也不会成功 他该怎么做呢 2004年张继柯的竞技状态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高度 而他自我管理的能力却在不断下降 这时刘国梁果断决定 把张继柯退回省队 因为他的二队算是 最好的运动员之一 所以他老觉得这些机会 天英地义就是属于他的 所以他才会有一些骄傲 自满 和一些浮灶的这种水分 正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教训 让他能够点醒他 16岁正是职业运动员成长的最关键时刻 这时候被退回省队 对张继柯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 他很有可能就此断送职业生涯 我觉得应该是判死刑了 真的 我当时的想法可能是 他将来的路可能比较难走了 因为国家队的队员 因为违规或者违犯纪律 回去的 回到省的 回省的 就是再回的 再重新回国家队的这一种 这个机会不多 当时我就记得宣布 我说让他回去的时候 在我们公寓的这个七楼 那客厅 那个房间 我把他叫上来 我单独跟他说的话 第一宣布他被这个调整回省了 第二我就跟他说了 我相信你会打回来 他其实一直是低着头的 只有说 我说 我相信你早晚会打回来的时候 这一瞬间的时候 他抬头了 他抬头看我了 他当时跟我说 说刘老 我一定会打回来 刘国良给了张继克希望 也在用实际行动 继续关心着他 其实他在俱乐部里的点点滴滴 我还是一直在跟踪和关注 因为俱乐部 鲁能俱乐部 当时的总教练是引销 也是我原来的主管教练 每次我们反正封闭训练的时候 他都会来 而且各一段时间都会给我打电话 我也会问张继克的情况 张继克是幸运的 在鲁能俱乐部 引销教练仍然给了他很多机会 2006年 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 张继克出现在了赛场上 俱乐部安排刚刚复出的张继克 先从双打开始 而他的搭档正是王浩 当时的王浩逐步走出奥运失利的阴影 在鲁能乒乓球俱乐部 王浩是绝对的一号主义 面对刚刚复出的张继克 王浩经常耐心指导 帮助他恢复状态 在俱乐部的支持下 张继克得到的上场机会越来越多 他的状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有这个跟国家一线队员 这个对抗的比赛的这个机会了 他的信心 他的自信心起来了 两年之后 刘国梁又把他选回了国家队 再回国家队 张继克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再回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人比以前沉了 比以前深了 比以前重了 不再这么遭遥了 不再这么显摸了 但这时的刘国梁 仍然给了张继克很大的压力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 08年以后 如果你进不了主力层 我们也不会再培养你了 因为他已经浪费了两年了 跟这个马龙相比 所以这两年里边 他已经比马龙落后了 所以他必须付出 加倍的这种努力 那会儿我不太了解 他说了我就记 其实自己内心 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当你说我不行的时候 我就要证明给你看 我就是可以 我觉得确实从这个事上 对他的这种激励影响他一生 刘国梁的狠招再次发挥了作用 张继克的潜力被挖掘了出来 他也重新成为了 刘国梁重点培养对象 2010年莫斯科世平赛团体赛 连张继克自己也没有想到 刘国梁把一个重要的机会给了他 莫斯科我认为是这三年里面 最重要的一次比赛 因为那次比赛团体赛 如果你上不了场 一二年的希望就会很小 2010年世平赛 张继克通过选拔赛 入选了参赛阵容 但当时他前面有马林 王浩和已经崭露头角的马龙 张继克来到莫斯科 能否上场都是一个问题 球板海绵都没换 我想自己肯定上不了场 但当时的刘国梁 已经看到了张继克的实力 他决定给张继克一个机会 但是张继克因为他当时的能力 比马龙要弱 所以他没有这么多的比赛机会 好不容易争了一个 世纪赛这种团体的机会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想考验一下 他的心理素质 因为我看中的是 张继克的心理素质 和他内心还是非常强大 就上场之间十分钟 交名单十分钟之前 他换的我 他跟我说 他说继克想上 我当然想上 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 他在那 他想那也换你 这几乎是刘国梁 给张继克唯一的机会 因为在这么重要的决赛中 如果输了 他就会永远背上 关键时刻掉链子的名声 对于一个年轻球员来说 刘国梁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呢 其实有的时候 看人就是一两场比赛 不会有太多机会 老给你机会的人 老把握不住的人 是吧 是会出问题的 所以我就感觉这么多年下来 就是浪费机会的人 会受到惩罚的 22岁的张继克就这样 第一次站在了 世兵赛的决赛场上 真上以后 真上场以后 最上还跟傻子一样 这个世锦泰之前的德国公安赛 他打那个人非常轻松 4比0 那天的比赛 打得非常艰苦 打球 就还没有我平时训练的 一半的水平这么高 他第一场那会儿打的 其实打得很差 其实打得很差 打得很危险 尽管磕磕磕磅磅 但张继克仍然赢下了比赛 也为自己赢得了重要的大赛经验 但是打完以后 刘磕磕磕就说 他说比赛就这样 你打得再好 输了也等于0 打得不好能够赢下来 就能够证明你自己 就能多一分自信 生活乒乓球队 运动员的能力各个出众 能否取得成功 更多取决于心理的调整 刘国良的胜利 也是他心战的胜利 我觉得这种不同的队员 不同的性格 必须用不同的管理方式 和激励方式 才能够达到 是吧 最终能取得 是吧 最好的这种效果 世界被结束之后 刘国良表示 要派出队员 与外国选手 组成双大组合 来带动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看来刘国良总教练 要为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贡献他的智慧了 好解读精彩赛事 品味运动人生 体育在线与您 下周再见